台中市第二市场庆百年这天在六角楼举办百年宴 现场席开十四桌 除了精选十三到百年前的九楼宴席料理之外 也有不少第二市场老字号摊商的特色小吃 而市长林嘉隆也亲自赴宴 和民众共同来体验百年前的繁华景象和美食文化 红烧鱼 塔鱼饼 还有吐司虾仁 这些菜色都是百年前的九楼宴席料理 欢庆第二市场一百年 这天在六角楼举办宴会 席开十多桌 而台中市长林嘉隆也应邀出席体验百年前的美食文化 台中的饮食文化一直都能够推成初心 所以我们这一次利用第二市场的百年庆 来推出十三道九楼美食的佳肴 道道都有故事 都有棕破筛它的功夫 那么也有我们常讲的市場 是有这个阿娘煮的煮味 第二市场早期号称贵妇市场 许多商人群聚在这里 周边发展非常繁荣 酒楼林立 而台湾料理更是当时名流士绅 才有机会品尝到的精致饮食 如今市场重现当年酒楼宴席 也让民众有机会一尝经典美食 因为现在平常人都蛮做中健康的 所以说它的酱料不会跟以前那么重咸 口味上的话也不太一样 像这种的话它吃起来算是比较传统的口味 跟我们一般在外面餐厅吃的都会蛮特别的 都不太一样 对 台上说书人讲解每道菜背后的故事和意涵 希望让民众了解相关的文化特色 第二市场承载了台中人近百年来的民生记忆 也希望这份古早味能继续传承下去 记者张伟玲 台中采访报导